在3月2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中乌外长通电话时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开场斡旋 中方是否愿意应对这个请求 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 中方一直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 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 将继续为缓和乌克兰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乌局势愈演愈烈 中方态度成了全球焦点 3月1日外交部记者会上 来自英国路透社的记者提问 台湾已经发送一些救援物资到乌克兰 请问中方是否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 汪文斌表示 中方愿为缓和乌克兰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 相关消息我们会适时发布 值得一提的是 俄乌开战以来西方国家不仅不灭火 反而一再给乌克兰递刀子 3月2日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 美国总统拜登已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 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进行了讨论 通话中拜登强调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帮助 包括持续提供安全援助 经济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等 两国领导人还谈到了如何同盟友谊到让俄罗斯负责 其中对俄实施的联合制裁已经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经济 260人 240人 160人 331 谢谢大家